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瑞卡 又到了我愛開箱時間 那今天呢 要來看他開箱的呢 就是一拳超人的一番賞 那這也是萬代呢 他第一次出一拳超人公仔的一番賞 大家應該對他都還蠻新奇的 那我就簡單幫大家科普一下 一拳超人呢 他的主角就叫做祈宇 他本身呢 就懷抱著英雄夢 連續三年呢 他每天呢 都做一百下的鼓勵提升 一百下的仰臥起座 跟長跑十公里 還有跟怪人戰鬥 來增加自己的戰鬥力 還有身體的機能 最終呢 他的頭髮呢 掉光變成了一個光頭 也因此呢 獲得了強大的能力 所以呢 他跟別人戰鬥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一拳的擊敗怪人 獎賞的部分呢 他是A賞到D賞 總共有66抽 D賞的部分呢 他是鑰匙拳 總共有7個款式 那你可以自己呢 去做選擇 C賞的部分呢 他就是射子 那射子總共有10個款式 他的風格呢 是屬於服飾會的風格 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一次呢 我還蠻幸運的 我3抽 就抽到了A賞 那A賞跟B賞呢 比較大的差異就是 A賞他是屬於認真模式的一拳超人 B賞的部分呢 他是屬於比較放鬆模式的一拳超人 其實我還蠻慶幸的 我沒有抽到B賞 因為我看到B賞啊 他的表情 我真的覺得很像這櫻袍小丸子爺爺的臉 真的長得超像的 那最後賞的部分呢 他跟A賞比較不一樣的呢 地方就是他的陰影是屬於比較加深的 那異色版的奇遇老師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箱A賞來給大家看囉 ED 他的高越25公分左右 那外觀造型上面呢 他維持一拳超人呢 他黃色的景深衣 紅色的手套呢 跟靴子 外加呢 白色的披風 雖然說呢 他的造型是穿衣服的 但是呢 他的肌肉線條 還是有呈現出來 加上呢 陰影的塗裝 讓他整個肌肉線條呢 更加的明顯 雖然說呢 他的外觀造型比較簡單 所以呢 他在許多地方呢 他都有做出細節 像是皮帶附近的衣服 他都有做出那種 扎進去的皺褶感 還有啊 他都不會因為說 他後面有做披風 所以他的背部肌肉啊 他就沒有做 你看他的背肌呢 到底有多麼的明顯 那披風的部分呢 他其實也是 一拳超人他一大特色嘛 所以他的披風呢 他有做出他的戰損感 還有呢 他上面的塗裝呢 做得還滿明顯的 我自己覺得還滿好看的 那臉部表情的部分呢 還滿還原動畫裡面 一拳超人 他臉部的樣子 講了這麼多的優點呢 當然呢 這隻一拳超人呢 他也有唯一的缺點 也是他最大缺點的地方 就是在他頭部 連接脖子的連接處呢 他的縫隙做得很明顯 還好的地方是呢 他是坐在後面 那我們平常呢 擺放公仔都是正面朝前面嘛 所以就不會看到後面那個連接縫 那跟之前呢 一拳超人來比的話 這一隻一拳超人呢 他的比例真的大滿多的 圖裝的部分呢 也沒有多餘的異色 那一抽的日幣定價呢 是740元 A賞的部分 他是認真模式的 一拳超人有三隻 B賞的部分呢 就是很像小丸子爺爺的 一拳超人有兩隻 那我自己抽到的是A賞 我還蠻喜歡的啦 那如果喜歡的觀眾 可以去抽抽看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所介紹的 一拳超人一番賞 那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呢 我的IG呢 莫名其妙的呢 就被Instagram停用了 那目前看起來呢 就是找不回來這個帳號 那我有新辦了一個帳號 上面的追蹤是呢 少的可憐 那拜託大家呢 加回我新的帳號 那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不要忘記還要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會猜騙人 你從頭到尾都這個姿勢 哈囉 這沒提 起來了 拍完了 走了 起來了 知道了 有了 有了 還沒聽到 噱 這就是 媽 吃 如果 你 吃 吃 吃 認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